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为他们一生中都无法忘记的特殊日子 下午三年 15名胡警女兵正面临着一场关键的考核 考核之后 他们当中有5人会被淘汰 而剩下的10个人 将成为武警四川总队女子特警队的新队 2000年 随着电视剧女子特警队的热播 这支英姿萨爽的女兵部队 一夜间变得家喻户晓 街头向上 人们也常常把霸王花这个名词挖在嘴边 那么 现实生活中 这支部队究竟是怎样的 即将加入这支队伍的新兵 又将迎来什么样的新生活 剧队长陈丹梅 是这批新兵的教练 10年前 她参加女子特警队时 也和现在的新兵一样 心情忐忑 在最关键的考核开始前 陈丹梅反复提醒大家 这次考核的难度很大 层层选拔只剩下你们15个人 但是呢 绝对要这个 胆大欣喜 不排除我们在上面 可能会出现很多种情况 尖叫啊 你上去 你现在这看着不高 你上去觉得特别高 再让你这个 可能你站在这边 远头不改 就没说再走几步 就没说再下来了 会出现很多种状况 女兵们将要参加的考核课目是 在规定的时间内 从15米高的楼顶 抓住绳索往下滑 可她们还从来没有训练过这个课目 她们能不能克服心理恐惧 闯过这一关呢 此前三个月 全总队有37名致远参加女子特警队的新兵 经历了强化训练 直到近两天 通过考核 才留下了这15名女兵 可以说 她们每个人都是这批女兵中的佼佼者 在最后一轮的考核中 这15名女兵都努力去克服心理恐惧 从15米高的楼顶 滑降下来 但是其中的五名队员 还是因为心理素质不过关 在考核中超出规定时间而被淘汰 这是通过了严格考核的十名女兵 第二天 她们就将在女子特警队开始新的生活 对于新兵来说 这是一个有点伤感的夜晚 除了十名通过选拔的新兵 留在了女子特警队 今年入伍的其他女兵 第二天就将被分配到其他单位工作 在新兵连一起训练了三个月的女兵们 即将分别 其实就是想把我们对战友们的祝福 然后塑进这个花里 因为明天要下联了嘛 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开始准备的 我们家里有这段话 不知道 就在家里有这段话 掌握鼓 还有五湘哥说的话 还有这个家里有这段话 女子特警队的女孩子 无论她们在艰苦的训练中 表现的怎样坚强 但她们柔美的天性 总会随时随地的流露出来 加入女子特警队的第一天早晨 新队员以独特的方式 纪念这个日子 对于她们来说 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怎么想能在这儿签名呢 跟随部队两年一块 确实在身躯底下的 天啊我把这个 可以天天看见 可以天天看见这样我的签名 然后就不会忘 无数民新兵分配 高民 到 金飞 到 女子特警队员执行的是 特殊条件下的作战任务 尽管体力上不如男队员强悍 但她们同样有男队员不可替代的优势 加入女子特警队的当天下午 一场跌开身面的入队仪式 让十名新队员真切地感受到了 女子特警队的特殊荣誉 老队员的军事技能表演 深深地吸引了她们的目光 经过两年的训练 她们也将成长为 像老固员一样英语的大王花 同志们 同志们 刚才 我们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和方式 为我们 新来的战友 进行了热力的欢迎 下面为新队员 办法 女子特警队 对付和徽章 办法 欢迎你加入女子特警队 欢迎你加入女子特警队 新队员们心里清楚 接过对付和徽章的这一刻 自己身上已经被赋予了 一名预律特警的责任和荣誉 而从这一刻开始 她们也必须为此全身心地 投入到极其严酷的训练中 一二三 三 超过之前 请拿来把帽子腰带 好 让我收拾一下 这样一下 稍息 今天是我们 是不是心疼着 加入女子特警队的第一天训练 今天的训练哪种 就一个子 跑 没命通知 加入女子特警队的第二天 新队员的训练就展开了 跑步对这些新队员并不陌生 在新兵连时 她们每天都要进行跑步的训练 但是这一天的跑步 却和在新兵连的训练有着很大的区别 两公里的热身跑之后 陈丹梅紧接着要求新队员 进行四百米冲刺跑 并且连续要跑上四圈 我们第一天的训练强度 相对而言的话 比你跑三公里五公里强度要大很多 因为一个四百米说来是很简单的 跑四个四百米 这个强度是非常大的 然后就他们自己从身体和身心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和挑战 走 在跑第一圈时 新队员们基本上都能在固定的时间内完成 但跑第二圈 第三圈时 他们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四个啊 我看四个人全部坚持下来有多少人 准备啊 很好 同步 走 接下来跑第四圈 对于第一次进行这样训练的新队员们来说 已经是在挑战极限了 跑的时候真的是挑战极限的感觉 那个腿都已经不听使唤了 肌肉非常紧 都放松不下来 整个腿是僵硬的 他倒的时候没有知觉 就是看一种机械的活动 然后再往前跑 然后这个气一点也供不上 实在喘不上了 肺也被僵住了 腿肺全被僵住了 四号没有感觉 就是有点意识在往前冲 我没想到自己跑这么快 我当时跑的时候就想 少于半时候就快没劲 然后我就想跑了 我好想躺一下 尽管新队员们的脸上 已经显露出了难以忍受的痛苦表情 但他们当中没有人放弃 加把劲了 凑警队员的标准400米 最差的必须要一分一类 素质好点必须50秒一类 这就是标准 还要练得很多 1分20秒现在是最低标准 有过心理准备 但是没想到是这 体能是基础 那体能不好 只有一个字就是练 那这次是真是体验了 有点一哭哭哩的感觉 但是我知道这是必然的结果 必然的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有苦就得吃 400米冲刺跑终于结束了 但是新队员们没有想到 100米冲刺跑紧接着就开始了 有些人体力都已经快不行了 没事 这个肯定刚开始有个过程 这就是达到极限了 达到极限在这个技术上再增加点 下次他达到极限的时间更晚一点 就会出现的更长一些 他体力就明年增加了 可是他这种要求 他这种方法是我没有想到的 以为就是原来自己练过 然后有点 可能是练起来要轻松一些 可是我觉得尤其是那天练体能就是跑步 我觉得其实一点都不轻松 进入女子特警队第一天的训练 就让新队员们了解到 女子特警队的训练是怎样的艰苦 但他们没有人放弃 一个个都咬着牙挺了过来 坚持必须坚持 因为他们知道体能是基础 没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就不可能完成女子特警队员的训练 上午的体能训练还让新队员们心有余悸 下午训练的强度丝毫没有减轻 这是女特警的一项特殊训练 她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开砖断食的功夫高手 就是通过练习硬气功来实现的 我们专业所的硬功就是说练的是手臂的力量 就比如开砖破酒瓶一些方面的内容 练手的硬度我们主要要求队员就是 让手上的表皮层 练的让对痛的感知能力差一些 然后我们以后我们的披砖断食 在各种技术上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训练和要求 新队员们的面前放着一个绿色的沙带 里面装有黄豆和沙子 按照教员提出的要求 新队员将分别用手掌 手臂和手的侧面击打沙包 整个过程必须用力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小鱼 半个小时后 新队员的手已经全部变了样 后来没想到我的手会变成这样 女孩手是女孩的第二张脸的 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 这样一下子肿了 该紫的紫的 该清的清了 当时看了真的挺不敢相信的 我觉得就在一瞬间手就变了 眼泪你在眼眶里情不自禁地她在那打转 但是心里还是要坚持 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一种训练 以后一定还会比这更苦 强忍着眼泪的女孩们没有想到 比学习硬气功还要痛苦几倍的是压韧带 16岁之后 人的骨骼发育基本定型 这些新队员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 在此之前她们并没有系统学习过武术 因此这时候压韧带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是第一次压韧带 曲队长陈丹梅的手劲也并不轻 琴拿格斗等一系列作战任务 都需要女子特警队的队员们 具有超出常人的爆发力和柔韧性 压韧带是一种她们必须经常进行的辅助练习 在训练的第一天 新队员们就体会到了 当一名合格的女子特警队队员的不容 没打过时间 你爽便爽爽 没还你爽得起 放松 身体放松 不要能够夹 放松 这个压一下就好压一些 下 截止 手扒下 不要撑起 手扒下 截止 放松点 不要动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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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这个姿势 我觉得好痛 那种痛也说不出来 我就觉得其他的 像那些摔前 跑步的那种难受 我觉得自己都可以介绍 但是那种痛 无法形容的 这些坚强的女孩们 从新兵员的训练 到参加特警队的选拔 还没有掉过一滴泪 但在第一天的 压韧带训练中 她们的泪水 却止不住的流淌 然而 泪水并不代表放弃 她们仍然是勇敢 和坚强的特警女战士 其实说实话 我也不想 把她们弄哭 我也不想看她们 这么残忍的 但是作为一名队员 这是最基本的一些训练 你必须要克服 必须要下痕迹 给她们这个 比如说实验 让她们知道 作为一名特警队员 必须要具备的素质 这个困难 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第一天的训练强度 就这么大 或许有人会提出 比例 这样的训练安排 是否合理呢 其实 这正是女子特警队 对新队员们的 一番良苦用心 作为一名特警队员 她们今后参加的 将是严酷的战斗 为此 她们不仅要具备 良好的身体素质 掌握过硬的军事技能 更需要具备 勇猛顽强的精神 作为一名特警队员 你必须要有坚强的毅力 你才能克服种种的困难 你才能克服身上 心力 各种带来的一些 各方面的因素 这方面很重要 来到特警队之后 面对的是 必须艰苦的训练 你这么训练 确实以前没有接触过 确实很痛苦 但是 这我们之前选择了特警队 你就应该能 起码有这个精神 你应该能想上 你是要吃苦的 在我们县连的时候 那么多人 然后都想进特警队 然后经过一轮一轮选拔 好不容易 然后进入了女子特警队 然后虽然现在训练 非常非常苦 但是我觉得 无论多么多么的苦 我都可以坚持下去 这一天 漫长的训练终于结束了 新队员们很快就摆脱了 紧张和压抑的情绪 和在训练场上的状态相比 他们在宿舍里 解得格外清楚 大学院被摸完的 来来来来 你快点拿去你的手机 停 停 月亮好 好好好 你们在干嘛 报告 我看你手 我把这个这个油给你带来给你擦一下 你看看 天呐 谢谢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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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芬你的手太白了 你训练你看 都不能跟他对比 我手太黑了 看不见 我手也 你瞧瞧 真是 说明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我们妍妍训练真刻苦 是不是 给加强锻炼 是 要像我学习黑点 拿着 拿个手 拿个手 这样你脱 肯定能在这 关不疼的 关不疼 这个主要是输筋活血的 要多擦脸下 我再给你按两下 我也给你揉脸下 这个要 要使劲 他有效果 我跟你说 这个必须要搓红 要揉开 对 要揉开 这个是需要你对战友很暖 你今天知道很暖 他明天就输出点 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 新队员们似乎已经忘记了 在这一天里所发生的事情 他们每个人都显得那么坚强和自信 那么第二天 他们还会遇到什么科目的训练 又能不能咬紧牙关 铁过去 今天下午我们要学的科目是被帅自我保护 回答一下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什么人 原来加入女子特警队的第三天 新队员们惊奇的发现 这一天又和自己对打对摔的 竟然都是些身强力动的男兵 新队员们并不了解 和男兵合约是女子特警队惯常的训练方法 在女子特警队里的每一位女兵都会有一位男配手 这样安排的目的 是让女兵的训练更加贴近实战 让她们在激烈的对抗中加快成长步伐 初次见面 新队员们就要被他们的男配手狠狠地摔在地上 此时他们还不具备对抗的能力 只能在教员的讲解下 尽量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 减轻被摔疼的程度 他们也是特警 他们也是打敌人 但是真摔 所以心里还是有点发出 第一次摔下去的时候 速度很快 因为从后面摔到前面 然后那个空间那个转的感觉 头是有点晕的 男队员一次次的反女队员摔倒在地上 而刚刚加入与此特警会的女兵们 又一次次的爬起来 这一刻 她们似乎已经退进了新兵的身份 这一刻 她们脸上结满了坚硬和钢琴 下午 新队员们接到通知 要进行射击训练 而和前两天的训练不同 她们第一次穿上了女子特警队的队处 穿上这只衣服 我觉得多了一种使命感 然后这只衣服看着就很庄严 肯定是不能给这只衣服抹黑 这是新队员们入伍三个月以来 第一次进行手枪设计 而在教员的指导下 不一会儿功夫 她们的设计动作就已经永无一样 在红色贝蕾帽和黑色特战服的衬托下 她们和马园员们一样阴自上线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不久后 她们必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霸王花 在执行特殊作战任务中 她们也必将会捍卫特警的荣誉 忠诚地引行人民卫士的职责 一个从被遣返回国 没有正当职业的人 忽然资金往来频繁 她到底在做什么生意 对偷渡客的诡秘行踪 编范武警侦察员 怎样合理会团 巧设机关 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严厉打击偷渡犯罪 军事记事下期播出 舌头的白日梦